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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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久违的呢 又來到小張這邊了啊 兩年嗎? 已經這麼久了喔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有看到我們的IG吧 終於真的誕生出來了 這個合作的套裝嘛 這可以回想到2019年 當時是小張開始做自己的東西 然後我也剛開始做頻道的時候 就有想到要一起合作套裝啦 應該知道我們都很古謀嘛 小張也很古謀 我也很古謀 所以我們就是討論了很久 然後在兩年前差不多 我們真的有進到確認的程序 就是確認想要選什麼單品 然後我們一起去做它 然後這之中呢 其實挑補我們真的花了很久的時間 這一次大家其實從我們的穿搭也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就是類似棒球襯衫 那其實有關注小張的作品的人 應該馬上就可以感受到 是他某一季的某一件作品 那其實這一件是我當時就覺得非常喜歡的 然後一直都很想要就是 跟它一起合作在這件上面 做一些我覺得很棒的細節 然後選一個我覺得很適合的布料 推薦給大家 所以終於呢 找到了褲子的部分呢 其實是來自它比較久之前的一個作品 這條我覺得它的版型很好 它比較沒有到那麼圓 然後它會有點寬酷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真的再偏瘦一點的話 穿起來它的寬感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比較有肉 它其實穿起來是一個 它會有修飾 對一個修飾的順下來的感覺 現在剪行褲蠻像是我的招牌的啦 大概小張換小張來講講話 這次的製作上面有什麼想法 或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設定上 應該是說我們都很喜歡日系 可是就是在我的輪廓可能會比較 還是偏有點女生一點的感覺 對就是中性偏女生一點 我以前這邊的男性客人會比較多一些 就是我男性的觀眾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在討論版型之中 其實也花很多的時間啦 對這個是蠻注重的 然後還有布料的挑選上 實質條紋 這塊布料其實就是感覺它很好找 可是其實實際上 要找的時候非常難找 沒錯 對而且是要適合這個調性 然後又要好看的顏色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選這塊布 特別的是它是有一點涼感的 然後有機能的存在 比較透氣 然後比較符合台灣的四季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套裝 它是一年四季都用很實穿的 對因為台灣的冬天也不會到非常冷嘛 那其實這件整套呢 它是做的比較寬深 那裡面如果你有做一些層次搭配 基本上過冬也不是什麼問題 也是我們一起的初衷啦 就是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著的套裝 因為條紋很容易出現在 看起來很厚秋冬的布料上面 要選到這麼薄的其實很難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就是 它雖然是薄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穿起來之後 它其實是有一定的停度的 對然後它風吹的時候 還是會有飄逸的感覺 包括它配的這個束布 布料都是 都來自日本 對都是日本布啦 新本的主管啦 小張的堅持嘛 小張一直在它的那個作品裡面 基本上99%就都是日本布 對所以我們這次選擇的也都是 好那這邊有幾個細節呢 我覺得一定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像上升這一件它其實是 有點像是參考棒球襯衫的設計 但是我們把它整體做得更都市一點 這是我們兩個一直都很喜歡的一個感受 就是我們用這種經典單品 但是用小張的設計去呈現 然後呢 我們在一些細節上保留那個樣式 如果大家有買過棒球衫 不管是買很original的或是買現型款的 都會發現很多棒球衫其實用的就是貓眼扣 那講到這個呢 我們就特別去找 這個貓眼扣它是一個 我記得沒錯是叫橡木果實吧 所以它其實這個是一種果實扣 所以你會看到上面它會有一些紋路 對然後而且它這個是經過染色的 所以它是我們找這種就是 帶有點這樣灰卡旗的 然後也是做彎痛整個配色 果實扣我個人非常喜歡 講到這個果實扣呢 就可以講到 我們很久以前 我剛剛不是有提到2019年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想要一起做東西 然後當時呢其實我拿來的扣子 也就是拿果實扣 哇所以現在就覺得 這梗一埋就埋四年啊 我們當時進到討論這個棒球衫的時候呢 在扣子選擇的部分 因為我就想要用貓眼扣 然後我想一想去 就還是只有這個款式 我最喜歡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很堅持 所以我自己跑去 我很喜歡提一個東西 它才有一種溫潤的感覺 因為它上面是有這種紋路感 所以它給我就是不會很死板 它因為有厚染色 所以它整體就會有渲染感 但是它這個其實又是很低調的 它又不會說 一看到好像層次就很展開 所以我覺得就是看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爽 就是這個扣子感覺做得很好 然後貓眼扣我也覺得是 比較少會在 現行的服飾中使用的款式啊 所以我覺得保留這樣子 很經典的這個扣子使用 我覺得是很棒的 然後呢這一次還有特別 非常特別齁 因為它是棒球襯衫嘛 雖然我們希望它整體來說 是都市的穿著感 但是我想把棒球襯衫的這個元素 再做得更完善一點 所以呢我們一樣在襯衫跟褲子上 我這邊在設計了一個刺繡的布章 那它這個就是Family Bros FB的 一個象徵的一個icon 我是很喜歡這樣的字體 這個字體其實我覺得 我們把它做成布章的時候 它看起來會比較運動感一點 所以我們在上身的部分 我們就把這個布章燙在裡面 然後呢在褲子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燙在 口袋的下圓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覺得就會是比較 若影若現的細節啊 就是如果說你穿搭的時候 穿一些短板或是扎進去的話 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平常覺得說 不想要它那麼顯眼的話 其實你穿一些正常的衣服 都會一部分把它遮住 對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若影若現的細節 感覺是很好的 這個是我這一次 也是花很久的時間做的一個巧思啊 我個人非常愛 所以這是特別的了吧 用這套去做的 沒錯 而且一開始這個FB這個icon 還不是用灰階的 是因為我們這次就想做整個彎筒 彎筒所以就特別去開了這一套 對啦 買到賺到啦 快呀快呀快呀 來 今晚喔 開始花喔 這個真的是 為這次特別開設的這個 Limited Edition yeah you know that Limited yeah yeah 上身的布章其實是把它燙在裡面 就是跟我們標籤一起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 很喜歡這個布章 所以呢我想說就是 那個布章是可以做加構 但是一件只限加構一個啦 那這個布章你就可以加工在 衣服的外面 對或是你要自己收起來也可以 比方說如果你只有單買棒球襯衫 但你還是希望布章出現在外面的話 你可以用加構的方式 然後如果你單買一條褲子的話 你覺得外面一個不夠 你還想要再有的話 你也可以加構 好不好 對你可以再加構一個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 一件再加構一個就好 不然如果你說 好我買了一件 然後結果你要買十個 那我可能也沒有了 因為這個真的做很少 我這個量沒有做很多 對所以就是一件可以加構一個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上面使用 那甚至是你那個布章 如果你很喜歡 你也可以把它自己燙在你的布包上 都是可以的 帽子感覺也不錯 下次可以出 又要來又要來 我是覺得很加分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然後真的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巧思 像這件棒球衫 它的包邊就非常的多 這棒球衫如果你從那個 穿搭上看到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它在腋下 在接繡的地方 它其實是做分開 它還在做一次包邊 那時候看到這個我覺得就是 很糟糕的啦 若影若現的感覺 我就喜歡大家注意不到的細節 因為其實它穿上去看不得到 只有自己察覺的到的細節 對喜歡衣服的 我覺得都會有這種感覺 就很像我很喜歡這些 補料的地方 我想要用一些很有特色的東西 小張是做衣服的人 所以他希望在他這些製作上的細節 可以感受到 這個就是設計師本身喜歡的 然後跟大家不一樣的地方 這件其實它的整個拼接袖 應該說從外面再加一層在上面 對它再疊一層 它是真的兩片布在上面 對 所以它其實這個弓也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這件穿起來這邊的分量 我覺得比較挺一點 因為你是真正的兩層 而且又有包邊去襯 所以其實它穿起來立體的感覺 我覺得是比較好 它不會說穿著好像就垂在那邊 所以它的整體的成型是很好的 在當時它那一季出這個棒球襯衫的時候 其實我就非常看好這一件 當時就一直很想做一直很想做 終於終於真的是終於 選到我們覺得很適合的布 對而且選布這件事情 而且小張這邊它拿過布卡給我應該有三次了 最後一次還是要來回兩個月 然後前面有兩次其實它已經給我 可能一次布卡會有八張十張 但我們討論起來都覺得不適合 因為就像要符合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希望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然後又要達到這種就是有都市感的面料 然後又要 條文的間隔 對對對 因為條文也會有分嘛 比較寬的比較細的 其實這些細節上呢 就是因為很在意 所以我們就真的挑了很多次 所以這個作品絕對是我們都會很想要穿 然後很實穿的一個套裝 對所以 推薦大家啦 希望我們在外公上真的是很推薦好不好 真的很讚 好那我把這兩個單品的所有細節呢 再跟大家講一次齁 首先呢上升這個都會感的棒球襯衫 除了在剪裁跟布料使用上面呢 在下方也有一個特色的人像標 我相信買過小賬東西了 應該有一些產品上面也有看到它有這個標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我這邊FMate Bros的標籤 然後還有這個刺繡的布章 那在上衣的部分我們是把它繡在裡面 那就我剛剛提到可以加購布章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在褲子的話呢 口袋部分會有小賬人像標 然後也會有FMate Bros的標籤 對那這一件呢 那個刺繡布章呢 就是在左邊口袋下方 這個若隱若現的位置 褲子還有一個細節也是很特別 就是我們在選那個內裡布的時候 我們也是選同樣的配色 然後呢我們也是做全包邊 小賬這次也是很辛苦的幫我去做了這個事情 那內裡布的話除了配色之外 另外還是選這個比較舒服的內襯 伸進去摸起來就是開心就是爽 對而且我覺得是在台灣比較濕熱的天氣下 這樣的布料其實就是穿著的體感是比較好的 這個影片我剛才也講了很多次就是 我們想讓這個套裝它是一個適合都市的樣貌 所以它會有我們想要的日系設計感 有我們喜歡的一些細節之外 其實它是真的很適合穿在都會行走 甚至是如果你的上班比較沒有規定那麼嚴謹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套裝也是非常好看非常得體 然後又讓人家 對就是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有造型有點設計感的 但是其實穿起來是適合出現在辦公室的 這是我其實蠻推薦的一種穿搭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這次的這整個套裝可以給大家有這樣的感受 現在呢就是要來公開整套的售價 我們其實是一件一件賣 那也有成套的價格 那在棒球襯衫的部分是4480元 然後在褲子的部分呢是4680元 那如果整套一起賣的話會有一個組合價 一共是9000元 販售的地方呢是在小張的官方網站 現在是用預購的方式 製作完成呢會在10月初然後出貨 好那因為是在小張的官網上面賣嘛 那它其實有一個它自己免運規則 就是買6666塊就免運 所以你一起買一整套 就是我們組合價是9000塊 那這樣的話就是免運費了 如果比方說你單獨買一件 然後4000多塊 但是如果你配小張其他的產品 一樣買到6666的話 一樣是免運費的 我相信我這邊有很多觀眾 也是小張這邊的觀眾 對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組合一下 那你們在我們這次的穿搭上面看到 其實我們搭配所有的衣服呢 也都是小張作品 不管我穿全黑的那個樣子 就是我的褲子啊 然後裡面的T恤 那小張示範呢就是比較白色米白色的整個穿搭 那我示範的就是 我很熟悉的這樣黑色的穿搭 那這次用這樣子彎痛的方式呢 我覺得是非常實搭的啦 不管是我們這樣搭 或者是你後面看到我們穿一整套的 對都是 真的很讚好不好 對了還有一個東西沒有講到 就是尺寸的部分 棒球襯衫上衣的部分它是free size 然後這次也是做的比較寬鬆一點 所以像我這樣的身材 穿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174公分 然後我大概我最近胖呢 可能算68公斤吧 因為我有把這個整個套裝拿給我哥試穿 那我哥是比較高一點 他178公分 然後我哥跟我差不多重 他整個看起來比較瘦 然後我覺得他穿起來會更有那種鬆身的感覺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 而且他自己也覺得就是整個尺寸感是很剛好的 上衣的部分就是one size 那我覺得女生啊男生一直到180公分 穿起來一定都沒有問題 而且我們設定是比較偏短版的 對就是我們的衣場其實整體稍微偏短一點點 它的好處就是很容易就可以露出你的內搭下擺 那如果你想要讓你看起來就是比例更好的話 你也可以扎進去你的衣服 那因為這上面微短版 所以你看起來你的腰也會高一點 對我覺得他整體這樣設定是比較友善的 大概對於我們這樣170公分啊 或可能你是165公分 你也會覺得穿起來一切衣場都蠻適合的 我覺得非常棒 然後呢這一次呢 有特別去開在大1號尺寸 那像我們現在手上拿這個Sanko呢 他是1號也就是M號 然後他的腰大概是2包到32左右 那我平常是穿大概31腰 那我覺得穿起來是蠻剛好的 但我比較建議如果你是男生 然後比較有肉 已經覺得平常穿32腰以上的話 就是直接拿2號L號 L號的褲長是長2公分啊 沒有差很多 因為如果說你穿稍微高一點點的話 就OK了 這條褲長呢整體的總褲長是大概100公分 我覺得我的身高是很適合的 然後也是我比較喜歡的 他不會到很拖地 然後會很剛剛好的 就是可以蓋住你的鞋子這樣 像小張是170公分 他穿起來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穿搭look上面 我覺得也是很剛好的 對 所以其實160到170的女生 是蠻友善的一個狀態 對那如果你真的很瘦 那你也可以對用腰帶的方式 因為我們有做這個酷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真的講的差不多了吧 我們兩個其實沒有看稿耶 我們就真的這樣子 發自內心的 對把我們這次真的做的 所有的細節都聊出來啦 只是怕我們現在哪裡沒講到而已 因為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 真的是這樣啦 真的沒有在騙啦 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感受得到 然後洗完的話 希望大家10點的時候 趕快去官網強勾一波 而且我真的覺得這塊布料 摸到跟把它做成整件的 又不太一樣 對自己覺得做成整件 比當初摸到樣布的時候 我覺得還更好 對這我真的很發自內心的想 因為它的量感我覺得很有感 這個讓我蠻驚訝的 就是它值得說它有量感的感覺 對然後又要做成這個布感 然後讓它可以有這樣的挺度 而且很輕 對阿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質感非常到尾 大家一定要務必體驗看看 好那我們差不多就全部都講完了 那影片就到這邊 待會大家10點在小張的官網見 期待大家很快的就是秒殺它 那真的有喜歡的一定要趕快下手 阿不就沒阿 你知道阿不都沒阿 喜歡這影片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追蹤我們IG 然後追蹤小張的IG OK好我是家庭兄弟 下次見囉掰掰 掰掰